就在谢霆锋还在退不退出歌坛这个问题上 以暧昧的态度博取人气之时 孙楠却成为了半路杀出的陈绕金 一下子抢走了他的风头 目标直指英皇一哥 谢霆锋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于是在孙楠的签约会上上演了一出宣宾夺主的戏 其二 谢霆锋不谢孙楠对待感情的方式 谢霆锋对张伯芝的骨气不离 一直为世人所称道 他一个人在娱乐圈打拼承担起两家糊口的重任 更是让人感动 提到了伯芝再度怀孕 霆锋脸上洋溢着幸福 但是他肩上的担子却更重了 比较一下谢霆锋的坦荡直率 孙楠却一直喜欢采取回避的态度 且不说他与买红闷的分手给女儿造成的影响 当被记者问到感情问题时 他的回答也显得非常的不爽快 我觉得每个人对什么事 或表达的态度 他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觉得雷乐华也好 梁朝伟也好 梁朝伟也好 梁连杰也好 梁连杰也好 还是成龙也好 我觉得每个人表达都不一样 不能用一种方式就确定 说每个人都要像他那样去做 或者说每个人的人生道路是他一样 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做人 或者我自己的 为人处是我自己的态度 我有自己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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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所以呢 我不是刘德华 当然我当然希望我做成刘德华那样 但是我不是 两人对待感情的方式 其实都无可厚非 性格不同而已 但外人看来 明显谢霆锋已经在这一轮的比拼中 占尽了上风 其三 谢霆锋不屑孙男演技 全身心地投入到拍电影的谢霆锋 已经摆脱了当年的声色 演技开始渐目加进 他颠覆形象出演的十月围城即将上映 可谓是万众期待 另外主演的两部影片《风云2》和《热辣辣》也是来势汹汹 此外 新版的《少林寺》已经确定了谢霆锋的第一男主角的地位 并且有刘德华和成龙给他来当绿叶 这一下 谢霆锋俨然已经成为了华语影坛的新生主力 相比之下 孙男首次触电主演的盗版猫 无论是票房 还是他在片中的表演和造型 都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谢霆锋为了电影 流汗流血 兢兢业业 孙男则是自娱自乐 玩电影 对于事业 两个人的态度也迥然不同 也可能是谢霆锋不待见孙男的又一大理由 先下手为强 孙男与谢霆锋之间的不同 注定了他们将在同一个公司门下成为对手 签约第一天 我们就从谢霆锋的脸上 看到了对孙男的不屑 两人之间的这场战役 也许才刚刚开始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这两个真男人之间的较量 我们能给予的就是赞赏的目光